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宇宙 感恩天地 感恩太阳公公 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珍惜身边的一切 就好比早上起来从床上起来 刷牙漱口冲凉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乍看起来是很普通 但是由于太过理所当然而忘了去珍惜 忘了去感恩 只有真的沦落到了没有舒适的床 没了牙刷 没了水才会去珍惜 因为稀少而学会爱稀 也好像只有到了没有水的时期 才会用水用的吝啬 用得战战兢兢 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重要 浪费了就没有了 感恩是让我们成为爱德的磁铁 极有感恩而培育出爱 因为爱而滋润我们 爱是最强大的能量和频率 是我们更能成为幸福的接受体 当自己的爱满意 正能量能吸引更好相同的人事物到自己身边 祝福大家四方好运常围绕 健康平安常陪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